嘿 我是Hennigan 在這次的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先幫我在影片前方點個讚喔 那還記得之前我有說過 我要幫洆湞來蓋一個像是市集 市場的東西讓他們可以做交易 這樣子的話看是他們要在陣內交易 還是跟陣外的人來賺點口摳之類的 所以我們先來幫他們蓋一下吧 那現在是晚上應該是沒差 因為這附近都有鬼魂幫我們去 擊倒這些怪物 應該是不會有太大影響的對吧 那這邊的話草基本上我都已經去好了 對 原本就是這樣嘛 我們就直接在這邊蓋上我們第一個攤販吧 我覺得距離這邊邊過來一點好了 我們算1234 這一格好了 然後我們中間這樣格個三格 那其實我身上已經帶了還蠻多的材料了 雖然我不確定這樣蓋會不會好看 我們其實我覺得應該要改一下 好 我去拿個木頭 好 我這邊弄了一些這個書桌喔 我們拿書桌來當這個像是櫃檯的地方吧 我們這樣子擺過來應該是還可以吧 欸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喔 這裡我也帶了一些這個精緻的物品展示框 我們將放在這裡 那這個之後我們再看要放上什麼樣的道具代表他要賣什麼這樣子 我覺得好像還行耶 那我這邊還有那個做了一些這個長意喔 這個就是可能村民啊在這邊賣東西賣累的 可以坐在這裡休息一下 我覺得放邊邊好了 欸 這也會連起來耶 好 我們放一個當板燈就好了 再來是我們這個讓他往上延伸一下 上不去 好 我們從這裡開始蓋好了 那我大概這樣1 2 3好了 然後用個羊毛 這裡呢我是準備了白色還有綠色羊毛 那我們間隔這樣子放喔 那因為我白色羊毛其實比較多啊 我就用白色羊毛當基數 就是中間這一個 我到底在攻啥 反正就是白色羊毛用多一點啦 反正白色羊毛比較多嘛 對不對 那我這樣子間隔著蓋喔 一排白色的一排綠色這樣子 然後我們再到這下面來 好像有點高對不對 似乎太高了 我往下用一點喔 好 我剛剛把那個拆掉了 現在這個高度應該就還正常一點點 好 這個高度不錯 我喜歡 那再來是我們這樣延伸過來 1 2 3 那 欸 應該到這格才對 1 2 3 4 5 對 加5格寬 那我們這格再放上我們這個白色羊毛 那一樣這樣電過來 這樣子我是覺得就還不錯啊 對 已經算是一個還不錯的攤販了 那至於這後面這裡呢 可能就是放上像這個什麼 儲物箱啊 這樣放個一個 再放個什麼 貨物箱子這樣 嘿 這樣子讓他們可以存放物資喔 這樣子應該還行吧 那我們之前不是有打到很多那個嗎 米諾陶勒斯 是這樣唸嗎 好 反正就是那個商人 那個綿羊人 還是牛 好 他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不知道 那 反正他也是個商人嘛 之後我們應該可以把他們都帶來這邊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箱子可以放到邊邊一點 好像會比較適合對不對 好 我們改一下好了 好 那我剛才稍微修改了一下 我把它改成這樣 我把它放在兩邊這邊 剛剛好也可以當作桌子之類的東西來用嘛 好像也蠻多攤販會拿箱子上面放東西的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樣好像還行 這旁邊我們就繼續建下去吧 我大概建個六七個好了 我想建兩排喔 我們就一樣的劍法這樣蓋過來吧 我先來標記一下位置喔 大概到這邊嘛 可能這邊 這對面可能也會有 我們直接跟他做並排好了 就是一樣的位置在這邊這樣 好啦 那四集差不多就這樣子蓋完了 那我剛才去拿了一下這個生怪蛋喔 對 我又把它給殺了 剛剛我有順便換了一些南瓜派啊 這樣子就不用再殺一次 應該是說可以少殺他們一次啦 好 反正之後餓的還是會殺他們 呵呵呵 那我這邊先這樣放出來 我仔細想想他們會從後面出來對不對 我可能要找個方式讓他們定在這裡喔 好 我剛剛回去拿了一下我們的這個柵欄 還有這個門喔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這樣子 這樣放兩個 再放個門 那他們應該不會開門吧 你們應該不會開這個門吧 我記得村民是不會開這個的啦 那我們這樣子放應該就是 不會跑出 我錯了 好 等一下喔 還是我們上面這樣子啊 這樣子應該就出不去了吧 你應該出不去了吧 天啊 有夠蠢了 我忘記前面也可以爬了 那我們這樣子放應該就沒有 好 很明顯的問題還是很大 好 我看一下喔 這邊也要是不是 好 我們全部弄起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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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兩隻都跑出來了 你們就不能跟這隻一樣乖乖的待在裡面就好了嗎 還好這些村民啊 就是他們殺掉會掉蛋 這個商人殺掉會掉蛋 還蠻方便的 要移位什麼的都還蠻 輕鬆 都算輕鬆 不然這樣一直跑出去也是蠻麻煩的喔 村民也沒辦法用酸神嘛 然後 之前有嘗試過用鐵鍊也是沒什麼用 我覺得我在蓋的時候應該限制一下這個 市集的大小 應該是說這個攤販的大小 應該往前一個 好啦 現在就算了 就這樣吧 之後如果要改再說啦 之後再說 那之後如果還有更多的這種 生成蛋的話 我應該也會把他們都放在這邊喔 對 應該啦 我記得除了他以外 就是除了這個荷斯陶洛斯以外 還有其他 三種嗎 還是幾種去了 我記得還有流浪商人的蛋 還有 中介龍女孩的蛋 史萊姆的蛋 我記得有很多啦 那我還沒有取得 之後如果有取得的話 對 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放過來喔 也許之後我們也可以找個比較特別的村民喔 有什麼特別交易選項的村民把它放來一次 所以我炸人不足我要回去拿 那還記得上一集我應該有說我要做村陣嘛對不對 那我應該也有說了 我這邊有在燒這個刀魂珠喔 為什麼我會需要用到刀魂珠呢 其實除了合成以外啊 我們還有 機會用到他 因為如果我們大駭刀要合成村陣的話 是需要他的刀魂數 是 有一定數量的 那我們這邊就一直重複的這樣敲他吧 這個我記得要敲到他刀魂到1萬吧 我記得 對 數字還蠻大的 那這個刀魂數量到1萬之後呢 我們還需要有8個刀魂珠去 我沒有等級了嗎 好 我去刷等 好啦 那我剛剛花了一點時間 把這個大鯭刀的刀魂數用到1萬了 對 他現在重置次數有25次 刀魂數有到1萬點了 那用壞了我兩個鐵針 然後我的刀魂珠只剩下6顆 不夠做千赫了 就是不夠做村陣了 所以我們現在 這個熔屋還在燒喔 我們先稍微等他一下吧 這裡我是一次燒8個啦 因為想說一個煤炭可以燒8個嘛 比較方便 我們直接先拿好了 那這邊這一把1萬刀魂的 我們先放中間 然後再圍上這個刀魂珠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做出千赫村陣了 如果他的刀魂數量沒有到1萬的話 像這一把就是0嘛 那是沒辦法合成的喔 其實我有一個還蠻問號的問題 就是我記得我之前在拿木偶砍樹的時候 砍樹完是會有刀魂的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次好像沒有 當初我在弄壞這兩把白鞘的時候 我是一直用挖樹的方式 因為比較安全嘛 可是我發現這次竟然沒有給我刀魂樹 還是只有木偶會有啊 好 這點其實我就蠻問號的 只是跟大家發個牢騷一下 就是 我自己覺得蠻問號的 那我們先把這把刀做出來喔 那我們這把千赫村陣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把它放在這旁邊好了 我之前有說過嘛 千赫村陣還可以做另外三把刀 那這三把刀的話 我記得千赫村陣要到1000殺 這個可能會花我們還蠻久的時間的 我們先來弄我們的白狐和黑狐好了 這兩把可能相對起來會比較容易一些喔 因為擊殺樹是沒辦法像這樣用刀魂珠刀魂丁去疊上去的 他真的是必須自己手動用上去喔 那我現在其實刀魂也是不夠的 我應該會再弄一把大駭刀喔 就是把我們這把大駭刀用的 跟我們之前一樣變妖刀 那他如果斷掉的話就會一直掉刀魂嘛 我們只要一直修一直讓他斷 他就會一直狂噴刀魂 我覺得這是一個還蠻不錯的取得方法 就是取得刀魂這方面 那我們刀魂就可以做成刀魂丁再燒成刀魂珠 就可以做村陣啦